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恋中的小男孩又和张盈盈来了个甜蜜的失职尽扣 不得不说张盈盈的反应非常快 被王小菲紧握时之后 她迅速转身搂住身旁的闺蜜 似乎企图掩盖她和王小菲的关系 最后在朋友的陪伴下 两人一起返回酒店 说起来今年26岁的张盈盈 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 目前进军娱乐圈拍了书部影视剧 例如新神探联盟 怒江之战等 由于大多数的时候 她都是誓言小配角 所以知名度不算高 真正让她广为人知的 则是她与王小菲的这一段绯闻 早前张盈盈曾多次被媒体拍到 出入王小菲的豪宅 去年9月 张岚与王小菲还戴着张盈盈 同友泰山 戴着同款项链的张岚和张盈盈 看上去关系亲密 前不久又有网友爆料 王小菲与张盈盈 一起在三亚过新年 不久对于自己与张盈盈的绯闻 王小菲每次都是极力否认 母亲张岚也出面帮忙澄清 并怒称他们和这个什么什么 去三亚度假 完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自己和儿子不是那么龌龊 没底线的人 甚至还放出狠话 要告造谣诽谤的人 没想到是隔三日 张岚就被打脸 不舍往又嘲讽张岚 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一名好好做个人吧 顺便也让你儿子一起学学 这次有图有真相 张岚不再高调为儿子否认 她在视频平台发布到玉米地游玩的画面 并表示希望能带孙子孙女到此一游 张岚不谈王小菲张盈盈事件 但网友却乐此不疲 他们不断提醒张岚 你儿子被拍到跟张盈盈牵手了 结果张岚还是没有忍住 点赞了网友的留言 被网友误解为 这是给王小菲的新恋情官宣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头一时间张岚也点赞了 王小菲大S 复合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的相关留言 行为相当迷惑 张岚这世纪赞成王小菲与大S复合 也不反对王小菲与张盈盈在一起 王小菲与张盈盈的牵手照 语出 网友纷纷为大S感到不止 之前宣布离婚 大S为王小菲说尽好话 情商极高 当时大家都觉得王小菲无辜 没想到真相 王小菲与张盈盈在去年六月 就被拍到同框照 当时两人是什么关系 只有当事人惊处 而大S能够做到的就是及时止损 此前 王小菲与张盈盈传出绯闻 大S没有为前夫沉浸 反而表示自己放下了这段十年婚姻 她回忆媒体 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只想珍惜当下并祝福前夫 相比之下 王小菲与其母亲张盈真是一言难尽 按理想 王小菲与大S的婚姻 之所以备受关注 更多原因是 因为明星婚姻 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 但是大S宣布离婚之后 王小菲就是圈外人了 为什么依然能够脸上热搜呢 归根结底就是 大家对王小菲和大S的离婚内幕 充满了兴趣 到底是感情不合 聚少离多 还是因为婚内有人 对感情不忠 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引人联想 此次王小菲与张盈盈 再次拍到秀恩爱的场面 晚上两人与友人聚餐结束 王小菲喝醉了 走路晾晾晾 还得需要别人搀扶 张盈盈还是比较刻意 保持一定距离 但是王小菲似乎有些得意忘形了 不断找张盈盈说话 还当众与其实质紧扣 王小菲的过分举动 接着酒劲似乎忘记了保持分寸 经过此事或许王小菲 再也无法否认两者的关系了 王小菲大S已离婚 大家对他恋情关心 其实是对离婚原因感兴趣 那么他到底是在逃避什么呢 如果是离婚之后的感情交往 似乎并没有必要 如此掩饰 网友表示 他们恋爱的时间点是关键 如果是婚前就有联系 被大S发现导致最终的离婚 那么很多人可能要对大S说一声 对不起 不得不说25岁的张盈盈确实漂亮 王小菲难以抗拒她 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毕竟身边没有老婆孩子 每天都在孤独中度过 那也不是办法 当然对于感情的不忠 可以有很多的理由 也可以是毫无理由 因为这些问题 在结婚之前都应该考虑到 能否一起面对 或者说如何破局 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是关键 很可惜他们并没有成功 从2011年结婚到2021年离婚 在这将近十年的婚姻里 到底谁才是更多付出的那一方 很显然 在两人官宣离婚后 王小菲终于获得自由的话题 曾一路铺天盖地的宣传 很多人把矛头都指向了大S 其实也能理解网友的想法 毕竟在幸福三从咒这个节目里 大S被网友们批评了 当然看过节目的应该都知道 大S为什么会被骂 节目里王小菲一直在查验观色大S 一举一兜都要受到大S的监视 甚至连上个厕所都要报备 让人觉得王小菲与大S的相处很窒息 也正是这个真人秀 让大S的路人员下降 也让王小菲获得了宠妻的人设 这样一对比 谁是得意的那一方 应该很清楚了吧 之后王小菲生意失败 赔了不少 甚至都卖了房子来添窟窿 而这时两人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 很多人都觉得大S之所以跟王小菲离婚 是因为他生意失败了 不再是豪门了 但是但凡了解大S的 但凡了解两人婚姻的都会这样想 王小菲做生意 没有头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每次摄影失败出来 相救的都是大S 大S曾经卖了自己名下的两朝侯债 来帮助王小菲 如果他真的那么在乎钱 他早就该离婚了 何必等到现在呢 大S结婚才两年 破破的敲江南身影就极其可危 到第五年 敲江南破产 十几亿资产化为无用 当时王思聪 还在心灾乐祸的来嘲讽 大S 哭云在厕所 刚不都没了怎么办 当然 一大S的刚烈 如果只是富二代变成富二代 他是能扛下去的 只是比穷更可怕的是 王小菲渐渐显现出了 能力和心智的不足 这应该是压垮这桩婚姻的 最终稻草 这些年 王小菲轰轰烈烈的 做过很多事情 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可以看出王小菲在做生意 这方面的确不行 他之所以被大家称之为 精诚四少 也都是靠自己的老妈 另外性格也不好 大S也曾在节目里 批评王小菲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你冷静不下来 你很容易暴怒 暴怒 你就牵扯别人 那个时候 大S其实已经看清王小菲了 比如离婚时 大家都还在说的 观念差异 两地分居 聚少离多 孩子教育问题 甚至婆媳问题 但根本的原因 应该是大S 看透了这个男人的能力 和心智的不足 他当初嫁的是豪门 豪门没了 他能接受 他爱上的是一个倩倩君子 后来发现 他一怒一粗 他也忍了 但他事业无成 生活中 又常常显出心智不足 这就是真的男人 其实女人 从根本上是崇拜强者的 所以看大S的离婚感言 我希望王小菲 永远过得比我好 小菲的事业在起 帅还不算老 要找条件更好的女友 也更容易 说得特别友好 但明显看得出 她是想解脱了 所以回到问题的本身 张蓝否认儿子的行恋 其实是为了照顾孩子们 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大S和王小菲 虽然已经离婚了 但财产分割 与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在明面上是 共同分配与抚养 但在私底下里 相信还是会有 委屈的一方出现 张蓝否认王小菲的新恋情 等于也是在为孩子 和父亲的关系 做考虑 张蓝可不傻 王小菲更是精明 既然恢复单身 还不公开新恋情 其实是站在 孩子们的角度在考虑 也只有孩子们 能左右的了她 好了今天的视频 就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片尔区留言讨论 请多的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问大家 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